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往说着同样的故事 生命是怎么开始的 为什么地球上拥有数千万种形态各异的生物 生物又该如何在不停变动的环境里活下去 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有了化石代发现 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 以及生物演化论 让人类跨出史无前例的一步 达尔文提出演化论 打开生物进化的神秘盒子 而昆虫学家法布尔 更被达尔文称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也是最早使用实验研究动物行为学的人之一 法布尔在贫困家庭中成长 坚持自学的他 在十九岁那年 公费进入师范学校 毕业后 展开他漫长的教学生涯 在教学著书之余 他继续钻研学术 先后获数学物理的学士学位 1855年 法布尔获得巴黎科学院的博士学位 1866年 他当上阿维尼翁勒坎博物馆的馆长 法布尔在科西加岛担任数学老师 工作之余 他也在最爱的自然里 无时不刻 仔细地观察 并进入岛上每一个植物和昆虫 为了帮助植物学家雷基安撰写图件 法布尔开启了植物学生涯 博物学家莫甘唐东的一席鼓励的话 更是将法布尔推上博物学之路 而身兼医师与昆虫学家的雷文杜弗所撰写的论文 则让法布尔一脚踏进昆虫的领域 1877年 手卷面试 昆虫记迄今已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 与数十种版本 在台湾 有两个年轻人 是法布尔昆虫记的忠实读者 昆虫记书中 对昆虫的观察与描述 深深吸引它们 并启发对昆虫的观察与热爱 我是外景主持湘涵 成为外景节目主持后 我开始注意到并且观察 这些六只角的美丽生物 但在观察之外 我更想知道这些昆虫的一切 我是生态导演员本勋 在一百年前 昆虫学家法布尔 也是从观察开始 一步步研究昆虫 今天我和本勋在森林步道旁 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昆虫 这段奇妙的经验 让我们再一次走进 法布尔的昆虫世界里 本勋 你看 这边有一个老鼠尸体 是耶 它死掉了 它头在动 好可怕 你没有看到 有耶 我猜它底下一定有东西 真的吗 还是它还没死 不是不是 我来找看看 它的头真的在动 有一只尼泊尔埋葬虫 埋葬虫 我记得法布尔的书里也有提过 在它居住的法国荒石园附近 找到岩鼠尸体下的埋葬虫 埋葬虫为什么会出现在 尸体的底下呢 它们在尸体底下又做了些什么 为了更了解埋葬虫 我和本勋在森林里 放置了一条蛇的尸体 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埋葬虫来观察 宇宙万物存在于永恒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每分每秒 数不清的生命正依循着大自然的规则 历经着誕生 成长 以及死亡 在沙漠中 地下的沙漠中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n mot avant tout sur les victuailles. Assainisseur général, le nécrofort ne refuse aucune putridité cadavérique. Ce n'est pas un prosecteur d'anatomie ouvrant son sujet et lui taillant les chairs avec le scalpel des mandibules. C'est, à la lettre, un faux soyeur, un ensevelisseur. Hey,湘涵,你在看什麼看得那麼認真? 我在看啊,法布爾在昆蟲记裡面是怎麼描写埋葬蟲的。 嗯,我發現啊,自從上次你在野外看過埋葬蟲之後,就一直很認真的在研究埋葬蟲的資料耶。 嗯,因為我很好奇啊,埋葬蟲為什麼要埋葬屍體呢? 而且他這麼小一隻,要怎麼把屍體埋進土裡面。 然後埋進土裡面之後,又發生了哪些事呢? 嗯,你還記得我們放在樹林裡面的蛇的屍體嗎? 嗯,不知道有沒有成功的吸引到埋葬蟲?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囉。 那不如我們今天就去看看吧。 好,走吧。 走。 啊,我記得我是放在這裡。 讓我找一下。 好。 找到了,在這裡。 我看。 這是尼泊爾埋葬蟲嗎? 嗯。 哇,前幾天放在山林裡的蛇屍,竟然短短的幾天就吸引到好多不同的昆蟲,變成大家的大餐。 其中也看到我們這一次的目標,埋葬蟲。 尼泊爾埋葬蟲是標準的腐蝕性昆蟲。 它們的球感狀觸角上有許多化學感受器, 能夠循著屍體腐爛所散發的氣味分子找到食物。 因為它們具有將屍體野蠻利用的習性,所以被稱為埋葬蟲。 尼泊爾埋葬蟲這麼做是為了獨佔屍體,避免被其他腐蝕性昆蟲瓜分。 但是,有些種類的埋葬蟲是沒有埋葬行為的, 例如紅胸埋葬蟲。 為了和其他腐蝕者競爭屍體, 紅胸埋葬蟲會直接把卵產在屍體附近。 它們的幼蟲卵期很短, 一幅畫就可以搶先一步取食屍體,快速成長。 一、二、三、四。 光靠這四隻埋葬蟲就可以把整條蛇屍埋到地底下去。 是啊,而且像這隻蛇的屍體夠大, 它們就會共同合作把它掩埋。 有時候它們還會共同育用。 你看,那兩隻埋葬蟲在交配耶。 是耶。 屍體的味道將原本四散在各處的雌雄埋葬蟲聚集在這裡。 牠們執行埋葬工作的同時會進行交配。 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死亡的屍體上竟然能夠如此的熱鬧耶。 除了尼泊爾埋葬蟲,還有其他昆蟲一起來共襄盛舉。 蒼蠅、血影金龜,大家都搶著來分一杯羹。 尼泊爾埋葬蟲一刻也沒停下, 不停地在屍體上來回推動。 為的就是趕快把屍體埋到地底下, 防止屍體再被其他的昆蟲瓜分。 C'est un enterrement clandestin, le cadavre semble disparaitre de lui-même, comme englouti dans un milieu fluide. Longtemps encore, jusqu'à ce que la profondeur soit jugée suffisante, la descente va continuer。 四隻埋葬蟲通力合作, 經過了好幾個小時, 終於把整條蛇都拉進地底下。 然而,埋葬蟲的工作只到這裡就結束了嗎? 他們把屍體拉到地底下又做了些什麼呢? 為了找到答案, 我和本勳來到台南大學尋求專業的解答。 黃老師,你好。 黃文博教授以動物行為生態為研究領域, 近年來研究重點為尼泊爾埋葬蟲。 老師告訴我們, 尼泊爾埋葬蟲將屍體埋到地底下, 是為了替幼蟲準備充足的食物, 才能順利地繁衍後代喔。 我們實驗室剛好是專門研究尼泊爾埋葬蟲的行為的,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操作給大家看, 那我們如何去看尼泊爾埋葬蟲的繁殖行為。 為了觀察埋葬蟲弟弟的生殖行為, 老師將小白鼠和一對埋葬蟲放置在小型的觀察盒內。 尼泊爾埋葬蟲的性別, 可以從蟲蟲頭筍上的第二性征來分辨雌。 雄蟲頭筍上的橘色斑塊幾乎與頭筍一樣長, 但是雌蟲的頭筍卻只在前緣有一條橘色細紋。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生長腔裡面。 不過老師,這個埋葬蟲我們是在中海拔的地方發現, 那需要調整一下這邊的溫度嗎? 那當然要,因為牠們算是一種遐溫適含性的昆蟲。 牠們沒有辦法在溫度很高的地方做繁殖。 尼泊爾埋葬蟲最適合的生存溫度, 介於攝氏18到20度之間。 一旦超過20度,牠們的活動力就會漸漸減弱。 甚至超過29度就很難存活了。 因此,台灣的春天和秋天, 是尼泊爾埋葬蟲最活躍的季節。 尤其在中海拔山區, 更容易找到牠們的蹤跡。 為了還原尼泊爾埋葬蟲最適宜的生活環境, 我們將埋葬蟲放在生長箱裡, 溫度調整在20度。 除了溫度,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光照的問題。 大自然尼泊爾埋葬蟲將屍體埋到地底下之後, 是一片漆黑的環境。 為了方便觀察, 我們使用昆蟲最不敏感的紅光作為燈源。 人類的色覺對藍紫色、綠色以及黃綠色最為敏感。 昆蟲的視覺則是對黃綠色和藍色最敏感。 甚至可以感受到人類看不到的紫外光。 但是卻無法感受到紅光。 因此, 研究人員為了在不影響埋葬蟲的情況下進行觀察, 會在暗房中使用紅光當作光源。 我們在紅光的照射下, 看見埋葬蟲開始處理小白鼠屍體。 尼泊爾埋葬蟲埋葬屍體之前, 會先對屍體加工處理。 利用大鱷移除內臟, 並且拔除屍體上的毛髮。 接著,他們會用六足搖動屍體, 將屍體周圍的土壤翻鬆, 使屍體漸漸陷入土壤裡頭。 他們會用身體頂著土壤, 一邊除毛,一邊挖掘土壤, 將屍體壓縮,滾成一團肉球。 活動生緒 滾爆。 former人是屍體的事情, 成為白鼠還好, 針開了什麼不 challenging。 那就是架糖肌的毛布。 從永遠迷葬的處理之外, 因此等於綴絶陽開座的 gusto。 尼泊尔埋葬虫将湿球埋到一定的深度后 会持续用六组挤压 使肉球更加扎实 同时也注意周围的土壤 保留足够的育幼空间 为了防止湿球腐坏 它们会将口气与肛门分泌的义菌物质 来回涂抹在表面上 埋葬虫育幼用的潮湿 就算是准备完成 同时这也是这只老鼠长眠的墓穴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埋葬虫产卵 死亡后的生命遗骸到哪里去了 这世界上存在一种生物叫做埋葬虫 它们将动物的尸体埋进地底 然而地底下的生活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我们借由黄巫博教授的指导 利用小白鼠来观察 究竟小白鼠被拖进土壤里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经过了三天埋葬虫已经产完软了 所以我们终于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我们要把埋葬虫的青带 还有小鼠移到土壤比较浅的盒子里 然后等到这边的卵孵化成幼虫之后呢 我们再把幼虫移到青带的盒子里 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它的育幼行为了 尼泊尔埋葬虫 此虫为了确保食物充足 会依据石球大小来决定产卵的数量 只要三天 有虫就会破卵而出 循着气味集中在双青所准备的石球上觅食 尼泊尔埋葬虫是少数具有轻养行为的昆虫 由于它们的幼虫独立进食的效率差 双青会像鸟类一样将食物返除 喂食它们的幼虫 加速幼虫发育 昆虫的世界里 大部分的熊虫完成交配后就离开 将子女的命运留给雌虫 但是埋葬虫全不一样 从埋葬尸体开始一直到幼虫孵化 通常都是由双方同力合作 法布尔曾经在昆虫记里夸赞埋葬虫 尼泊尼泊尔埋葬虫的青养投资相当高 虽然幼虫的外表形态较为柔弱 但是在青代的照顾下 幼虫顺利成长的几率提高许多 而红胸埋葬虫幼虫的外表形态显得较为坚硬 两个不同轻仰照顾程度的物种 幼虫的形态正好是强烈的对比 尼泊尔埋葬虫还会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本训 你有发现吗 它除了偶尔会去咬我的这个尸体之外 好像在补充能量 可是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特别的一些活动 诶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诶 是真的啦 埋葬虫在叫诶 你赶快听听看 诶 是诶 真的诶 好厉害哦 对啊 尼泊尔埋葬虫我们一般在做研究的时候 都会发现说它会摆动它的腹部来叫 可是这部分的研究后 我们实验室算是第一次对它有比较彻底的研究 那它鸣叫的方式是怎样呢 它会在它的腹部的背 第五节的背板上面会有两条错线 那这两条错线 刚好就会卡在它的刺鞘的位置 所以它刺鞘下缘的地方会有两条脊 所以它就会在腹部摆动的过程中 这错线就会摩它的脊而形成嗡嗡嗡的声音 仔细听 雌熊埋葬虫的叫声并不一样 雄虫的声音低沉通常用来示威和求偶 雌虫声音比较高亢用来招呼右虫到身边来喂食 雌虫的声音低沉通常用来站伍 雷虫的声音低沉通常用来呛 雷虫的脊元来呛游 以为继续吸引 前往的继续变成继续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会变成继续变成继续 最终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经过三天的观察 我们看见尼泊尔埋葬虫幼虫 从原本黄色初龄幼虫 逐渐变为白白胖胖的中龄幼虫 这些养了五天的幼虫 已经又肥又大了 而且这些清代 已经不用再继续去捕育它们了 对啊 你看这些肥肥胖胖的幼虫 已经离开潮湿 它们要去哪里啊 会不会是要去找化泳的地方 很多种昆虫的幼虫 快要成熟的时候 都会去找要化泳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那么多幼虫 空间应该需要比较大 这样它们才可以顺利地化泳 那不然这样 我们把它分装到 更多的观察盒里面去 这样好不好 好 为了让中名幼虫 有足够的空间顺利化泳 我们开始动手 把这些幼虫 分装到多一点观察盒里 把一只只幼虫夹起来 用清水清干净它身上的泥土 杂质 放到卫生纸上吸干 测量过体重以后 再把它们分装到 不同填满土壤的观察盒中 三菱幼虫不再需要成虫的照顾 自行进食成熟后会离开 在土壤中构筑勇士 接着在勇士中等待变态画泳 这些泥布的买藏床 全部都结涌了 经过几天 埋葬虫幼虫全部成功化为泳 我们将泳到处来观察 可以看见已经成型的六只脚 和敷衍位置 经过一个月的泳期 它们就会羽化为成虫 爬出泳室 离开墓穴的新世代 跟它们的父母一样 开始寻找动物尸体 将死亡转化为生生不息 是它们最神圣的使命 那是一样的一样的灵魂 他在死的金融中 por 然而灵熱。 2000年轻人的反尔, 和可惜产免的疾病, 他会拍了威少的臣。 你在做什么 在做昆虫笔记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我发现埋葬虫是为了孕育下一代 所以才成为杰出的掘墓者 我决定要像法布尔一样 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 记录下来 原来如此 不过法布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 有一些昆虫甚至会将尸体的毛发 还有皮加以利用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的生命死亡 当然不只是埋葬虫 还有许多我们不了解的生物 用它们各自的方式在清理这个尸体 所以还有其他不同的方式 听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很好奇 到底其他这些处理尸体的昆虫呢 是怎么样运用这些尸体的 其实有许多常见的昆虫 都是一些大致人伟大的清除者 只是平常我们不会去注意到它们 真的吗 这世界上存在许多帮忙清理生物遗憾 以及垃圾的生物 上次我们已经认识了埋葬虫 它们将动物尸体埋到地底下 用作孕育下一代的养分来源 除了埋葬虫之外 又有哪些大自然的清道夫生活在我们的周葬呢 当环境中的腐败物散发气味 向这些大自然的清除者发出讯号时 它们会迅速地从各个角落向腐败物前进聚集 蚂蚁常常是第一个奔向尸体的昆虫 它们分工合作 把新鲜的尸体剖成碎片 运回巢穴 苍蝇随后来到 在腐肉里产下兽以百计的卵 孵化后 这里成了蛆的温床 腐蚀性昆虫聚集的这个死亡之蛆 却也是让它们得以生生不息 繁衍下去的来源 你在干嘛 从昨天开始就有苍蝇飞来飞去的 我要把我们抓起来 苍蝇只要赶出去就好了 干嘛抓起来赶尽杀绝啊 苍蝇会传染疾病 万一我的饮料被弄脏了 怎么办 苍蝇确实是会传染疾病的每一届 没有错 但是它也不是一无四处好不好 好啊 不然你说说看 苍蝇有哪些好处 你上次不是问说 大自然中还有哪些清除者吗 苍蝇就是其中之一啊 苍蝇啊 没错 而且法布尔在昆虫记中 也有曾经赞美过苍蝇哦 不如这样好了 我们还好好的了解一下苍蝇 再重新对它评价 好啊 既然对它评价这么高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那又从哪里开始呢 当年法布尔为了研究 可是养了一大窝的苍蝇哦 一大窝 没错 让你们来好好地效法一下 法布尔的精神吧 你又在这里养一大窝苍蝇哦 没错 这种属性大窝 这种属性大窝 如果你想也可以,每一杯都可以喜 不用了 精神的更高度 些昇比仇 日子 column 都很美丽項 的光刻隔鑽的激烈 瘠一泳塗 將根 categor 相似的散尾 是各瘤的靠奠 這些套餐 是幽默 为了收集苍蝇的软及幼虫,我们来到充满蔬菜、水果和肉类的传统菜市场。 苍蝇习惯将软残在腐败的肉里头,所以我们从肉摊开始找起,或许能找到以及被苍蝇挑中的铲软肉块哦。 走过了好几个摊贩,终于我们找到一块掉在地上的猪肝,在已经有些腐败的猪肝上面,爬着几只小小白白的蛆,我们决定把这块猪肝带回实验室做观察。 苍蝇会利用各种感官寻找食物或产卵地。 首先,透过嗅觉侦测气味的浓度飞往尸体的方向。 靠近之后,以视觉搜寻尸体确切的位置。 停在尸体上之后,它会用敏感的六足触碰,感受尸体的腐败程度。 六足会不断地交互清理,是为了让足部的化学兽器保持敏锐的感受力。 利盈利用各种感官来分析尸体的状况。 但最主要,还是会以视觉来决定,这里是否适合产卵。 之前还有人说蛆很恶心,结果回来以后盯着看了一整天,你该不会是爱上蛆了吧? 我哪有说他们很恶心?你看啊,他们爬行的样子好有趣喔。 是整个头带动的身体往前扭动爬行的耶。 嗯,真的耶。你看这一大头躯,他们全部都把头埋在这个柱竿里面,只露出屁股在外面晃来晃去。 感觉好好笑喔。不过他们聚集的地方特别湿厚。 搞不好是口水喔。 这样口水也太多了吧,会不会是排泄物啊? 嗯,不知道耶。 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台湾大学拜访萧旭峰教授。 我好,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肖旭峰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双赤木银类的研究领域上。 为了让我们更了解研究团队如何饲养苍蝇,老师先带领我们参观研究室的苍蝇生长箱。 像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人工的生长饲养箱,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温湿度,还有控制它的光照。 可以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培养我们所要的昆虫。 像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利盈,我们饲养了利盈的情况。 你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在培养纯系的时候利用简单的水跟糖,来维持它们成宠的寿命。 比方说我现在要做幼虫。 像你们所看到的是我们是利用那个猪肝的方式,用猪肝去刺激它产卵。 那在产卵之后呢,它就可以在上面取卵,然后再进行下一代的饲养。 它主要是不受天候,不受这个温度的影响。 那我们利用这种方式可以维持我们很大的这个族群数量,然后进行我们的下一步的实验。 这就是我们这个饲养的整个环境。 老师,我们在养这个营区的过程里,发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 比如说呢,我就观察到这个区啊,在移动的时候呢,好像是用头拉着身体,然后这样往前爬行,感觉很有趣耶。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用电子行为镜来跟各位做个介绍,然后顺便看看它的形态,然后了解它的行为。 电子显微镜是用来观察宽虫细微形态最好的工具。 首先,将顺的表面包覆一层金箔后送进电子显微镜。 将电子显微镜内部抽成真空。 利用电子取代光线,打在包覆金箔的区样本上。 透过电脑荧幕,就可以观察细微结构。 好,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区的一个正面观。 你可以看到说,你刚才说提到的牙齿,其实就是这两个是口沟的前段。 在前面这个是它的感觉性。 您刚才提到说,其实区的移动靠着这个口沟的固定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东西,包括它表面上的一些很多的这种凸起的这种刺。 区的运动方式是靠着口沟不断向前固定位置。 再配合身体蠕动,利用体表的刺向前推进。 口沟的作用除了帮助前进之外,也是进食的一项工具。 区在进食的时候,会分泌消化液,将尸体体外消化为肉泥状。 再以口沟刮取半消化的肉泥吞咽进入消化道。 郭老师,那这样子它们分泌,集体分泌消化液,难道不会太湿, 或者是泡在这么湿润的地方容易窒息吗? 它们区应该也是需要呼吸空气。 对,其实区跟所有的生物一样,它一定不能没有氧气。 区依靠腹部末端的一对后气孔呼吸新鲜空气。 所以当它们在进食的时候,会将腹部末端露在消化液外面。 后气孔上的裂缝树木会随着区的灵齐而增加。 一灵区拥有一列气孔,二灵拥有两列, 而三灵的区有三列气孔,是判断区灵齐的一项重要依据。 《灵区》 《灵区》 在一天中濮上的水晴, 發熱湧的深入, 很快便來 progress 這些星座, 放荷物, ニ removed, 和索棷狀, 而且麻煩獨自來, 只有每次把整理器的物品 一般有很多技術的人 都與他們走進來 而且他們是需要鎮的 这些人知道 這是化碎機械的方法 事實上只有一隻區 它通常是有很大一堆區 所以大家很好奇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區會這麼聚集在一起 那現在其實我們科學界 對於區域團的研究 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定論 不過至少有幾個方向上的假說 它在取食的時候 它們斜力分泌消化力 可以加速它們的消化效率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最主要的一個假說 就是斜力取食的這個假說 那除此之外呢 這麼大的這個區域 它會使得它的溫度 區域團中心的溫度 高於環境的溫度 會達到十幾二十度 所以它可以利用這種區域團的這種大小 去控制它的環境的溫度 那除此之外呢 區域團的聚集它有 具有這個比喻它的其他外來的 入侵的競爭者 或者它的捕食者的這種功能 經過了一個禮拜 我們從菜市場帶回來的區域 離開豬肝 試圖找到乾燥的地方 我們將它們移到乾燥的墓穴堆裡 它們進入後時期以後會到處亂爬 找到地方安頓下來進行畫泳 最後營區埋進墓穴裡變成了泳 好嗎 oh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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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l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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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可是好有趣 它的樣子好像在吹泡泡 這樣 對營區更深入的觀察 和了解之後 原本排斥營區的我 也不禁讚嘆起 這些小小的蒼蠅 法布爾眼中的世界 也是如此吧 昆蟲沒有所謂的好 或者是壞 每一個昆蟲 都有牠們奧妙 和令人讚嘆的地方喔 利營的醫生會經過 卵、幼蟲、蛹、集成蟲 四個時期 利營此蟲 找到適合的產卵地後 便伸出產卵管 開始產卵 卵呈乳白色長條形 每次約可產下150到200顆卵 產完卵後就會離開 尋找下一個適合的產卵地 攝氏25度的環境中 從卵孵化只需短短的半天 區分為三個靈旗 孵化的區沒有雙親照顧 必須自行逆食 它們聚集在一起 在共同分泌的消化液中取食 經過十幾個小時之後 一靈幼蟲褪皮成為二靈幼蟲 顏色由透明變成乳白 它們利用口溝在腐肉上爬行 在人類眼中腐敗發臭的有機物 卻是它們的美味佳肴 從二靈幼蟲變成三靈幼蟲 所需的時間大約是30多個小時 三靈幼蟲的體長會明顯增加 顏色更深 經過一百多個小時之後 三靈幼蟲發育成熟 就會停止進食 離開潮濕的環境 尋找乾燥的地方等待化蛹 它們的體色由淡變深 最終變為綠黑色 在蛹皮內進行變態 逐漸形成綠銀的雏形 准備羽化 利盈破蛹羽化的過程中 會鼓動複眼之間的鵝囊 利用體液擠壓 使鵝囊反覆膨大、收縮、頂開蛹的前端 就像打開蓋子一樣 更重要一個東西叫做分解者 分解者就是把剛才前面所說的這兩類的能源 繼續帶到下一個輪迴裡面去 如果沒有利盈的分解 沒有這些蒼蠅的分解 這些屍體分解的速度 可能會超乎你的想像 夏天的時候 它可能一個禮拜就分解完了 但是如果在冬天的時候 它可能會長到一個月到兩個月 但是如果沒有蒼蠅的話 它可能會到半年一年 那這些分解者呢 其實在自然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往往大家不是那麼在乎它們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利益 其實我們的生活 其實不會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L'astico est une puissance en ce monde Pour restituer à la vie dans le moindre détail la dépouille de ce qui a vécu il alambique les cadavres il les résout en un extrait dont s'abreuvent et se fertilisent la terre nourrice de la plante 生命消逝後 留下的遺骸 如何被化作另一個生命的養分 埋葬蟲將屍體埋到地底下 用作養育下一代的食物 隐屈分泌消化液浸食 加速屍體的溶解 這些昆蟲雖然微小 對自然界的貢獻卻不容忽視 他們是大自然的清道夫 在看不見的角落 日以寄夜地守護 我們的環境衛生 讓能量得以循環以及延續 你怎麼大掃除起來了 因為經過老師的講解 我發現把蒼蠅跟髒亂聯想在一起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之所以會靠近有臭味的地方 並不代表他們就是髒亂的來源 所以遠離他們最好的辦法呢 就是幫我們環境整潔打掃乾淨 你說的沒有錯 而且我發現啊 之前我們研究社會有這麼多蒼蠅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你上個禮拜吃編道沒有丟掉 所以接下來不好意思 就要麻煩你負責這一個月研究室的整潔 還有這個Dollar社 辛苦你了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